這是五十九歲的一個女性 本身是洗腎患者 因為服用了我們有一種口服降血糖藥 口服降血糖藥它叫做Mephomin 因為服用了這個Mephomin之後 出現了一個嚴重的酸中毒 同時合併休克跟呼吸衰竭 來我們急診之後緊急的做一些處置 到家戶病房趕快安排緊急的洗腎之後 大概治療兩天之後 才把這個狀況給穩定下來 這個有的時候會有一定的死亡率 所以這樣子的患者如果沒有即時的趕快就診 先把血液的酸鹼值先簡化 趕快安排洗腎把藥物跟酸性的物質做排泄 通常會有一定的死亡風險 是 生日夜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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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